新华社安卡拉1月3日电,记者施春勤艳阳美国3日就出售美智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正式向土耳其提出报价。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3日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报道说, 美国一个高级代表团,当天到访土首都安卡拉,与土外交部、国防部、国防工业局官员举行磋商。 其间,美方就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正式向土方提出报价。 报道未提及美方报价具体内容,出于迫切的国防需求。 土耳其一直以来,希望得到先进的防空和反导系统。 2017年9月,土耳其向美国表示,有意购买美智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但未得到积极回应。 2017年12月,土耳其与俄罗斯就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签订贷款协议。 引发美国等国的不满和担忧。 2018年1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土耳其出售80枚爱国者制导增强导弹及60枚其他导弹,以及相关雷达、交战控制站和发射站等设备。 土耳其外长夏五十奥卢上月表示,即使土耳其购买爱国者导弹系统,也不会取消与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协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向媒体表示,美国批准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反导系统,不会影响俄罗斯向土耳其提供S400防空导弹系统。 印尼周六发生火山和海啸,政府说目前超过280人遇难,还有很多人失踪,火山再度活跃,当局担心再次引发海啸。 警告民众暂时不要回到岸边,要等待当局评估安全风险。 这场在晚上九十半突如其来的海啸,没有任何预警。 许多人来不及躲避,巨浪吞噬了海滩岸边的一切。 事发地有很多海滩,是著名的旅游区。 上诞节前,已经很多人安排到那度假。 如今,海边的旅馆小店,变成一片碎瓦腿圆。 道路并未清理完成。 一些大型机器,没法进入灾区救灾。 许多当地民众,目前仍在寻找失踪的家人。 以下是经历生死一刻的幸存者。 艺术海啸来临的恐怖场面,海啸发生那一刻。 印尼著名的摇滚乐队Seventeen正在单容乐松海滩的露天帐篷表演。 当时,聚集了一批观众。 有些人在台前跳舞,享受上诞节假期轻松的气氛。 正当他们唱得兴高采烈之际。 海啸来袭。 舞台与桌子全翻。 快乐的歌声差时变成逃命的尖叫声。 捡走了一些乐队成员和观众。 乐队主因法亚下We've seen fire fire,逃过大难。 他在社交网站发布了一段令人伤感的视频。 整个乐队只剩他一人生还。 两名成员正式死亡。 一名成员失踪。 兄弟,快回来。 我现在只剩下自己。 他在社交网站说。 。 明天盛 alcoholic还有。 座城裤丛将于。 座城裤丛正夏、 哈玥学评论是。 gia杰北奇城裤, 家座门超他然。 Demmas, at Banasivanteen Demos at Okiahlaa, a poster shared by Riffy and Faye Azar, at EFN17, on Dact 22, 2018 at Far Far PNPST,结尾Instagram帖子用户名 EFN17,她的太太也是下落不明。 她在Instagram上分享自己与太太的合照。上面写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快点回家。 Demmas, at Okiahlaa, a poster shared by Riffy and Faye Azar, at EFN17, on Dact 23, 2018 at 136 MPST,结尾Instagram帖子二用户名 EFN17,乐队声明指。 巨浪来袭时,有些人在现场来不及抓到不令他们被冲走的东西。当时乐队成员也没有办法救人。乐队由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聘请。观众中有很多是电力公司的职员及其家属。 是一个年底派对。印尼音乐界多名著名歌手,也为他们致哀。 其中一名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扎克·伯克,在Instagram上说,他来得及紧握舞台上的一些设备,没有被大浪卷走。 但在水底最后那几秒,我差点无法呼吸。 他对路透社说,来自万丹省西冷区的一名店主哈迪安斯夏Rudy H-A-R-D-I-A-N-S-Y-A-H,说。 海滩星期六晚时原本很安静。 但突然听到海上传来非常巨大的声响。 巨大的水墙直扑他在海边的垫。 他被巨浪卷走。 他感到自己被东西击中三次。 感谢真主。 阿拉救了我。 我可以从瓦砾中爬出来。 他说。 他记得。 以前曾经参加过海啸的避难演习。 但今次。 他听不到任何警告。 不过。 演习让他更留意发生灾情时如何应变。 被海浪卷起来时,我尝试寻找任何可以让我求生的东西。 我躲起来。 抱定一张长椅。 令自己安全。 他的小店已经倒塌。 损失惨重。 暂时他和家人会到亲戚家赞助。 直到情况有所好转。 目前。 令你当局要求灾民。 到12月25日前,不要回到海边去。 当局会重新评估风险再做公布。 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海滩。 家人都在房内睡觉。 我尝试拍摄火山喷发的照片。 较早傍晚时。 火山已有强烈的喷发活动。 但在大浪铺向海滩前。 并没有任何活动。 一片漆黑。 之后我突然见到有浪铺过来。 我把腿就跑。 当时有两个大浪。 第一个大浪没有那么强。 我可以逃走。 我直奔酒店。 叫醒熟睡的太太和儿子。 然后我听到再有大浪铺过来。 我望出窗外。 见到第二个巨浪。 比之前的更大。 大浪铺到酒店。 把附近的车冲走。 我们与酒店其他人立即转移到附近较高的森林。 我们目前仍在山上等待。 Just completed a high-speed video of yesterday's 22K each December. Eruptive activity at Pound Creek Crockettow Volcano, a new lava flow, can be seen descending to the left of the island, filmed 57km away from it. Only a few hours prior to the Pound Katsunami, hitting the coast of Java, at the magma at Infant Peak. Twitter, combecafu7pvvq。 结尾Twitter帖子用户您 at Western Landers, 16岁的库尔尼亚曼Outkick No One, 说他当时与其他三十名同学,一同在找湾安耶尔海滩附近的酒店受训。 突然,有人在大唐大喊,海水上升。 他起初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察觉到地震。 之后他跑到停车场,取回他的电单车。 但海水那时候,已经淹到他们该处。 一米的浪向我打过来。 他回忆说,我跌倒。 电单车也被水冲走了。 我被卷到离海滩三十米远的一个建筑物。 我立即紧握那的栅栏。 不断地与水流对抗。 我感觉那些水要把我拖走。 我害怕得痛哭起来。 这是海啸吗? 我很怕我会死。 帕兰级Azab Planket,当时和家人也在安耶尔海滩。 他对法西社说,海浪铺到小镇时,沿路均造成破坏。 车辆被拖到十米以外。 那些桶也是海滩附近的建筑物质被破坏。 树木和电线倒下。 逃商的居民跑到内陆森林。 23岁的拉西德·梁利利亚·Raszet,当时在南榜省。 事发时,他无法启动自己的电单车。 于是果断地汽车把腿就跑。 我一边跑。 一边洗澡。 希望自己跑得愈远愈好。 他说。 拉尼·罗尼,在瓜瓜阿涅洛尔的小店,被喊笑摧残下已经倒塌。 所有东西都被破坏了。 我们也没有钱去重建 他说 上诞前后 原本很多游客来到这边度假 也是这市商贩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现在旅游业必定受到打击 不知何时才能复原